Hello大家好我是小子招 今天呢这个同关之战的武将最后一个爆料出了 跟我预想的呢其实是有点区别的 因为我最开始猜的是那个楼规 但是呢他最后居然出的是王毅 而王毅这个武将呢可以说是我在三国女性武将当中啊 第二喜欢的 我第一喜欢的是孙上香 第二喜欢的呢就是王毅 很多这个玩三国游戏的人啊 对王毅都不是特别熟悉 大家最熟悉的王毅呢应该是这位 三国无双八里面的王毅 可以说啊这个欲解形象范儿是非常足的 我也是特别喜欢这种短发欲解的类型 还有一个比较知名的王毅呢 就是这个三国沙里面的王毅 在历史上呢王毅啊 他是被列入这个猎女传的 可以说是地位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女性 王毅呢是天水人赵昂的妻子 大家知道啊在三国时期呢天水是属于梁州 而梁州呢从整个三国时期呢 一直都是叛乱不断的这么一个地方 最开始呢是一个叫梁霜的叛乱 然后呢杀害了王毅的两个儿子 可以说是相当的凄惨 只留下一个女儿赵英 当时只有六岁 然后呢王毅本来是想寻死 但是看着自己六岁的女儿呢实在不忍心 于是呢他选择了一个对自己伤害非常大的策略 来保护自己跟自己的女儿 他选择了一个什么策略呢 他选择了一件用凤水泡过的这个麻衣穿到身上 然后呢能不吃饭就尽量不吃饭 然后呢让自己整个人瘦骨凌寻消瘦异常 这样呢就算是这些叛军见到他都不会对他产生任何的想法 以此呢保护了自己跟自己的女儿 好不容易熬到老公赵昂来解救了他们之后呢 又发生了一件更痛苦的事情 那就是西梁马超造反了 大家都知道马超在历史上呢是出了名的坑爹 马超造反之后呢 王毅身穿铠甲跟丈夫赵昂一起守护祭险 同时呢他把自己所有的珠宝首饰全部分赏给了将士 以此呢来激励士气顽强抵抗 可以说王毅是真正上过战场的金国英雄 对抗当时残暴不仁的马超 毕竟历史上马超的形象确实是很不怎么样的 当好不容易把马超打败之后呢 王毅仅剩的一个儿子赵昂也被马超杀害了 可以说王毅在面对这个西梁叛乱的时候 他先后让自己的三个儿子死于叛乱之中 同时呢他也是坚决站到了这个对抗叛乱的阵营当中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牺牲非常的大 无论是他自己的牺牲还是他子女的牺牲 更是他全家的牺牲都非常的大 像这个有的版本说是他全家都被杀害 只剩下一个孤女赵英游活于世 我觉得像这么命苦的人 应该到最后也肯定是很难扛得住的吧 最后呢罗冠中对于王毅的评价 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丧身由不中 灭子父何仇 三分贤达父万载性名流 可以说王毅是一个智勇双全 并且非常坚韧刚强的这么个女性 也是三国时期在这一方面非常令人动容的这么一个历史人物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历史上王毅的一些典故吧 也是我一时间忍不住有感而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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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